眼前这老哥只因购买的假币用不出去 净冲进警局反手将卖家举报 原来老哥为了发家致富 居然在网上花费5000元 购置了15万假币 本以为这下能实现财富自由 可没想到 因为假币太假 完全用不出去 甚至连菜市场的代爷大妈 都能一眼看穿 回去后的老哥 就与卖家对峙 要求退货退款 可狡猾的卖家不仅没有答应 还趁此机会 又骗了老哥2000块 甚至还叫嚣 本店小本买卖 一斤卖出盖部退款 假币花不出去 真币又全部被骗 气不过的老哥 选择直接自爆 他们这个完全没有直接道德 没有操守的 干他们这行做买卖的 不讲信誉啊 在李青来龙去卖后 警局所有叔叔全部满脸问号 一时间净分不清 老哥是来报警的 还是来自首的 然而老哥骚操作 还远非如此 为了报复卖家 在警方找到人后 他又主动提出 先让自己先联系卖家 假装再次购买假币 然后叔叔再突然袭击 直接来个人赃巨货 很快在老哥的帮助下 卖家被当场制服 可就在审讯时 对方还满脸问号 完全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抓 最后卖家喜提七年 逢任机使用权 老哥也被严重口头教育